也许只有等我找到真正的答案 是现在退不了婚 我才有勇气去你 诗人呢 要你和欧阳家的少爷订婚 凡成四大家族之首 尝一下百姓 风儿 你和他退婚就是 你拿骨筋避盘娃娃亲 欧阳家早晚会和王家切割的 毕竟不是我的亲骨少 开什么玩笑 别亲人太善了 见到八局 都要跪下 把牌便给我摘了 我已经是疯婆子 把我害惨了 白经理的好意 请收下 欧阳芳 还有多久 全世界还没有被使用的金币 应该还不到版的 我如何能快速再获取一位 选中者之间的 怎么还没来世啊 你还会回来 大小姐大小姐 吴奶奶要见你 这烦恼这不就来了吗 这娘们要搞什么鬼啊 乖子回来了 快让奶奶看你瘦了没 有什么事啊刘吴 好歹我也是你生前的真爱 诗人呢 要你和欧阳嘉的少爷订婚 事呢 你早就知道了 就是日子到了 樊城四大家族之首 诗人的命令 没有人敢违抗 不过 像欧阳嘉这种小虾米 用点手段 让他退个婚不就完了 为了孙女你我的幸福 开启婚计划 第一步 假装少爷们最讨厌的 乡村败金女去赴言 这也太成像了吧 这就是未来少奶奶 来来来 叫少奶奶 不许叫 你以为你是谁啊 什么破玩意儿 你疯了吧 不得无礼 听见没有 说的是你 疯哥 你看他 雅儿 念在你父亲的份上 给白小姐赔礼道歉 愿我就不为难你了 赔礼道歉就算了 捡起来吃就好了 味道还好吗 好吃 等我成了少奶奶 我就给你买进口的 够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安排白小姐入住 入住 我可还是闺秀啊 没办订婚宴 就直接住你家 你有什么意见 得加钱 多少 怎么着也得 一百万一个 你疯了吧 我上官家本家大小姐 一个月才五十万零花钱 你个乡班老 还真敢开口啊 没了 可是白浅的背景 也不简单 让我白浅 嫁给你 真是花钱 你是说王家也会支持我 那我们就来 先礼后兵 您的银行卡到价一百万元 余额还有 四千三百八十亿 七千九百六十六万 五千六百三十五元八毛 他怎么花这么快啊 一百万就一百万 哥哥哥哥哥 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 白浅 欧阳风 我这不是收到钱了 白天我看你押了 上官宴一趟 本来我还对你有所期待 我会就吃这一套吧 不是的啦 上官姐姐心眼太小了 不像我 只会心疼爹爹 你要是找我洞房 就让下人约我时间 但是你记住 欧阳家 不是你夜里能随便走动 他怎么哪套都吃啊 留你个骚东西 不会教的是 供应少爷们的手段吧 我想明白了 我勤俭持家 今晚就不出去找夜生活了 我回房间了 你的房间 在这 对对对 他到底什么来头 他真是普通的乡下丫头 看来他不简单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家族 他们相互斗争 厮杀 最终分为 上位 中位 下位 三大等级 你们欧阳家 只是下位家族中 不起眼的存在 爸 你是越老越糊涂了 你相信 如果松儿 能跟上官院成功 那咱们欧阳家 岂不是更上一层楼 建儿啊 你看东西啊 利益为先 这些年 你拔持家族 确实有功劳 但是 也止步于此啊 这个决定 不是你能过问的 那什么事 我能过问的呀 老爷子 我的能力 你是看在眼里的 欧阳家这些年 一直稳坐 四大家族之手 那个秘密 你也该告诉我了吧 四大家族啊 只不过是个笑话而已 建儿 你的心胸 是容不下这些事 这个决定啊 不要再过问了 你又要去干吗 出门烧品啊 你是我未婚夫 你才给我一百万一个月 我不够花怎么办 我带上你 你给我去买单 备车 坐我的车走吧 坐稳了 下个月 就是我们的婚礼了 我的未婚夫 到了 上官家 已经和我们 沈家定亲了 都要回事 那我以后 再也不乱嫁人了 咱们三把日子过好了 比什么都强 白姐姐 难道 你也是来挑我们上官家主寿礼的 啥 寿礼 不然我为什么带你过来 只是敢抗我 正巧 我也看中了这只镯子 不如白姐姐 也瞧瞧 白钱 故意的 风哥 你们的事情 我不想 是谁在我这儿 吵吵嚷嚷的 就算是四大家族的人 怕是 不能在我这儿撒野 莫老板 失礼 莫老板 这里有个野丫头 把你店里 价值连城的翡翠 打碎了 不 对 绝不白下 莫老板 你跟他客气什么呀 他就是欧阳嘉欣娜的野丫头 是吗 是也不是 理论上来说 我是欧阳嘉欣娜的大厂人 是吗 是也不是 我有自己的想法 那 那 来说这些 多少钱 多少钱 三十 成交 码码转上 这件翡翠至少三百万 样品 样品 尝一下白钱 这个野丫头有什么好查的 因为那件翡翠 绝对不是件样品 那你娶我吧 如果我要娶你 我会靠自己的能力向白家提亲 你说欧阳芳什么时候回来啊 有的时候啊 神知道的多了 可能回不到过去了也不一定 给你一颗棒棒糖 嗯 白钱 到底是什么来头 听说莫承轩的老板 都要卖他的人情 你又不知风儿真正的母亲 怎么 今天关心起风儿来了 王爷我告诉你 莫承轩 就算我们的欧阳嘉 和你们背后的王家 谁能惹得起莫承轩 你少来这套 我来你们欧阳嘉 是知道老爷子有命 和你结婚这么多年 你非但没有当上家主 得到传承 现在看来 我们王家 也不用帮你 这个扶不起的阿斗 我只听说啊 老爷子当时说漏嘴那句话 四大家族 只不过是个笑话 说不定 你们王家 也是个笑话 我看得出来 风儿现在很迷惑 现在只有让风儿退婚 这件事情才能明朗 不然你我 都好像陷入一个未知的漩涡 你到底是谁 我是你未婚妻啊 刘武你给我出来 你害我呢 什么退婚秘诀啊 欧阳嘉那小子都快被我迷得不行了 和你奶奶我一样 不管做什么呀 都会让男人爱上自己 这就是美人的命运吧 哇 你了不起 你跑来做我奶奶 要不你去跟欧阳峰玩婚吧 你也该续个闲了是不是 按照欧阳嘉的实力来说 给我白家寡妇续个闲 你得刚刚好啊 事情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 少来 我们白家欠你 我可没欠你啊 你还欠我三百多个亿呢 你说欧阳峰到底什么来头啊 我两次逃跑他都能发现我 不如身手也不差啊 人家欧阳嘉少爷 学点本事怎么了 再说了 你不是有这个特长吗 你这个特长是赚钱 我的特长是花钱 这不我又没钱了 你们白家要是没有我 早就被你这个狐狸精摆完了 赶紧帮我查查 欧阳峰和我这门子亲 到底算怎么个事啊 行行行 就是得要点钱运转一下 好啊 白浅 还知道回来 又是你啊 不是你叫我走的吗 我想让你知道 我不让你走 你就走不了 所以你到底是谁 欧阳嘉可以容下一个野丫头 但绝对不能容下一个有身手 还能得到沉默支持的人 我是你未婚妻啊 神秘吧 刺激吧 有本事你就去查我了 或者你干脆退婚 我保证 只要你退婚 我就立马消失 欠者家族利益 既然你大概率不是什么野丫头 那我也不能贸然退婚 但是既然有身手 也不能留在家中 那就跟我去公司工作 我已经我的允许 不许离开我的感知范围 好霸道啊 那么请问少爷 你的感知范围是多少呢 大概是一百米左右 真的假的 来家的专业杀手都没有五十米了 看这一百米都能夺子弹了 少爷果然是人间龙缝 那我明日就去咱们企业报道 不行 现在就去 那我啥职位啊 公司到啥 项目助理 实习底薪四千 满钱四千五 没有奖金提成 这种待遇 你们欧阳家也就这种程度了 我知道 你我现在的身份 问不出我想要的东西 不过我只想说一句 谁要是为难浅浅 我会用尽我所有的手段 让他付出代价 难道你现在付出的代价 还不够大吗 已经没有金并 无所谓 我现在开心得很 你不是也很开心吗 是 让老娘做四千一个月的实习生事吧 老娘上个月自己装了八百多个亿 你就给我发四千 小白给客户办公室倒几杯咖啡 好嘞 哟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你这个业丫头啊 上次算你运气好 怎么 没背景没能力 就算进了欧阳家 也不过是欧阳家的一种 好巧啊 谁跟你巧啊 我今天是特地带博士集团的老板 来和欧阳哥哥见面的 博士集团和我们上官家的关系 非常密切 那你们聊 你们聊 陈经理 我和博老板今天看到这位实习生 心情突然就不太好 能不能轰 既然上官小姐发话了 一个实习生而已 我们轰走就是了 博老板 何必跟个实习生过不去 有什么事 敬了他 我今天是看在上官小姐的面子上 才来找欧阳少爷谈一谈 既然欧阳少爷没有诚意 那我就先走了 等一下 你是博士的老板 那你走不了 就是你这个冤种在海外市场 被我割了几十个亿的韭菜 我还当今天唱的是哪一出呢 博老板 你今天要是走了 可就没有人可以救你了 你在说什么呢 博士集团可是今年上市企业的新秀 能和欧阳哥哥合作 那是强强联合 你别在这说什么疯话 博老板 我记得没错的话 前不久收了三十个亿的地 最近现金流又被掏空了吧 没钱盖了 所以找到了上官家 可能上官家也不想给 所以又来到了我们欧阳集团 找资金当面大头了 你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说什么不重要 你三十亿买进的地 看你买得早升值了不少 现在全部以五十亿 卖给我们欧阳家 二十亿的利润 足够填你的那笔烂账了吧 另外 我们可以给你 百分之五的后续利润 你个臭打杂的 你在这胡说什么呢 欧阳总 你觉得这笔生意怎么样 单纯从做生意角度来说 并不算快 开什么玩笑 别欺人太善了 我那块地开发以后 至少价值百亿 四十九 四十八 再数什么 四十七 四十六老郭老板 神经 博士的资金列在海外 至少有几十个亿 我会在这听你发疯 说话不中听 直接四十亿 三十九 三十八 别说了别说了 欧阳总 五十亿 我卖 我卖 我卖给你 欧阳总 别搞我了 欧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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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卖 五十亿 我卖给你 你就当时帮帮我 我给你道歉了 欧阳总 我 我博士以后 为你马首示战 博士 你在干什么 你该求的不是我 是我们的实习生 求求你 求求你了 求求你帮帮我了 博老板 见外了见外了 五十亿就五十亿吧 记得给我开张发票 好的 好的 谢谢你 废物 博士海外的资金链 我们上官家是大头 我看你的样子 应该是丢了 博士 你给我好赐为之 搞定 五十亿 我可没说要出 你自己想办法吧 五十亿 够让你露出背后的关系了吧 不好了 董事长 那个实习生 不对 少奶奶在疯狂操作 张脸 联系繁城所有媒体 买热搜 说博士老总 下跪欧阳峰 最终底牌贱卖 恐再无翻身之日 小陈 你走八卦些 就说 博士花光旧 精神上官夜三十亿 喜欢面就爱 翻脸不认人 那个那个 没发朋友圈了 赶紧把博士下跪的照片 发给媒体搜物料 所有人 打电话给博士的供应商 就说博士套现之后 会带着小姨子跑路 要账的得赶紧啊 这久违的赚钱的快感 财务 你看一下账上还有多少资金 公司还有流动资金 大概十个亿 我是问 整个欧阳集团 那应该有 两百多 这些钱 就交给白浅小姐吧 让她随意流动 少爷 这不合适吧 这么多钱 是不是经跟老爷 请示一下 不用 我已经知道 他们干什么 给你两百个 不要玩得太过分 两百个亿 给我做空博士 博士现在股价多少 做到 一块 靠 你是说不要太过分吗 少爷比我还狠啊 多赚钱吧 不合适 做到一块 差不多了 全部做空 做到一块 好狠哪 一块了 欧阳风 你疯了 这么大的决定 让一个外人操作 风啊 虽然你这次 给我们集团赚了不少钱 但是归根结底啊 这个博士啊 他也是上官家的付属 那万一 上官家跟我们为敌 那对我们很不利啊 这次上官家中大手 我 希望你做个好 我自不会失礼 关于白浅 要 让他自己出钱 把上官家的亏损 统统补上 要么 我们欧阳家和他划清界限 风儿 你和他退婚就是了 好好好 退婚好啊 给你们欧阳家赚了几百亿 不说声谢谢就算了 还要我出钱 买你们家人钱 真是好大一家子 放肆 没过门的野丫头 还敢顶嘴 大王 欧阳剑 你倒是做主啊 欧阳老头 真是你搞得鬼 是我年轻的时候 救过一位真正的大人物 他当时啊 给了我一枚金币 古金币 你拿古金币判娃娃七 我当时对天外有天的概念 也是 相当具现 你这可太具现了 所以说 这婚还不是说退就能退了 我欧阳天呀 虽然教子无方 但是枫儿 却是从小就出类拔萃 白小姐 你真的不能 扶持我们欧阳家吗 不是 看你说话也客气啊 你想我扶持欧阳家 我现在就可以答应你 但是你也没必要 把我搭进去啊 白小姐 你的一番话 让我明白了 我经营一世的心血 还不如他人的挥手之间 白小姐 我们高攀不上 但我也不知道 这婚 到底能不能退啊 你这是飞机 大炮 大苍蝇啊 这古金币定的契约 哪能说退就退啊 古金币 难道白家也没用 之前有一枚的 那是用掉了 而且这一枚金币的契约 需要两枚才能解除啊 好 奶奶 我的好祖奶奶 无事献殷勤 你要干嘛 我已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都搞清楚了 是我年轻的时候 救过一位真正的大人物 他当时啊 给了我一枚金币 你是说 后人家那个老头 曾持有过一枚古金币 然后他拿着这枚古金币 去攀了我们娃娃亲 没错 真是太左键东西了 奶奶 你来自更上位的家国 怎么着都能搞到两枚金币 先是一个老头 拿一枚金币 攀了我们娃娃亲 然后呢 你要用两枚金币去退什么娃娃亲 你知不知道这一枚金币都能换一个不大不小的国家了 这玩意儿是这么用的吗 那怎么办嘛 哪能买到金币啊 我赚钱买还不行吗 金币呢是绝对权力存在的证明 钱呢是买不到的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不过以我看呀 欧阳家的少爷 也是一表人才 你这命啊 总比我好吧 我还嫁个植物人老头呢 你不行就成了吧 就是看我爷爷是个植物人 你才嫁了吧 你个疯婆娘 哎 家家有本男年的经 理解奶奶成为奶奶 你怎么来了 这是我家 我怕你出事了 你个小白脸还挺会给自己找理由的 其实呢 我并不是讨厌你 只是我们的身 怎么说 你个小白脸还挺可爱 要不我包养你 包养我 嗯 你确定你做得到 你就是太自信 跟你爷爷正相 你都不知道 就是因为你爷爷太怂 才导致今天 尴尬的事 尴尬 嗯 让我白钱 嫁给你 真是滑气 你知不知道 我一个月的零化钱 就够买你们欧阳鸡鸡鸡 三次 三次 我看你是喝多了 所以 你 不是来结婚的 现在 不是我想不想的问题 是现在退不了婚 那 你是怎么打算的 那就只能先包养你一段时间了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对我做了什么 不是我 我还不至于欺负一个喝醉的女 好吧 那你在这儿熟了一晚上 我只是想知道 爷爷到底做了什么 告诉你也行 就是你的爷爷用一枚古金币 攀了一门娃娃亲 就是咱俩 满意了吧 古金币 就是一种非常非常非常不可抗拒的契约 你可以这么理解 说到了你也不 是这个吗 古金币 你怎么会有啊 你爷爷不是用掉了吗 古金币 你怎么会有 你爷爷不是用掉了吗 多亏了你啊 我才知道 这个金币 还有这个作用 你哪来的古金币 你到底是谁 你先告诉我你是谁 不对 是把你知道的 都告诉我 好 我告诉你 这原本呢 是你不该知道的 所以我告诉你 你把金币给我 怎么样 白小姐 你以为我是笨蛋吗 好好好 比你爷爷聪明 告诉你呢 也无妨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很多家族 他们相互奏征 厮杀 最终分为 上位中位下位 三大等级 不同等级之间的家族 互不影响 下位家族 不知道上位家族存在 上位家族 不能侵犯 下位家族的权益 你们欧阳家 只是下位家族中 不起眼的存在 而我 来自上位家族 我们的财力与实力呢 是你们无法想象的 所以 你一个月的零花钱 真的能买三个欧阳集团 哎呀 我早就经济独立了 能不能买 看行情了 偶尔也吹你啊 别见乖 这样啊 那你告诉我 你的古金币怎么来的 那你告诉我 你的古金币怎么来的 我在海外时期 加入了一个神秘的特工组织 我是四年全科第一 这个是纪念品 选中者 什么意思 上面呢 每年会在全世界范围内 寻找一批能力绝对优秀的年轻人 发放一枚金币 这些选中者会成为新的实力 淘汰已经末落的家族 怪不得你身手这么好 这肌肉 这膀子 果然是真的活的选中者 来来来 金币我帮你保管 回去看看真假 不必了 这件事情 想必你也清楚 不管是我们家 还是 都没到知道这件事情的成 是吧 过过吧 但是我不会跟你这个小白脸结婚的 是我陪不上你 但是我希望 你答应我爷爷的事情 你能做到 好好好 我一定好好抱养你 是 是支持整个欧阳家 都一样都一样了 你是说 欧阳家那小子 是选中者啊 那膀子 那肌肉 应该是真的 你是犯花痴啊 我这是通过发现 他的肌肉强度远超常人 发现 怎么发现的 床上啊你们 哎呀你少来这趟 哎呀 不过话说回来 你白钱 要是能嫁个选中者 倒也不算亏 嗯 你说 我把他那枚金币骗到手 那我只要再搞一枚金币 我是不是就能退婚了 我以为啊 我白家有了你 能重回巅峰 我没想到 你嘴里没能说出 这两枚金币退婚的主意 这么多年来 只有我 辛辛苦苦地操持着白家 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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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嘛 老的好奶奶 这伏是跟你学的嘛 不过话说回来啊 你不能嫁给欧阳峰的 为什么 哎你急了你急了你急了 你以为话快说啊臭婆娘 这种选中者最终的结局是什么 当然是被老家族暗杀 然后夺取金币了 匹夫无罪 怀病 你急了 果然是这样 要不是看他啊 算是你的小白脸了 我现在就派人血血欧阳峰峰 奶奶您稳住啊 这样 你先派人保护他 我们现在进退两难了 以你落魄上位家族的能力啊 怕是保不住你的小白脸咯 等等等等 我跟你一起去 欣然我知道你的身份了 你就不用去工作了 欧阳家你随意出入便是 哎呀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这不答应爷爷 帮欧阳家更上一个台阶嘛 没有工资 这绝不可能 四千五 一分不能上 好 从今天开始 省你为祖经理 那就加钱啊 至少 八千 好 那就八千 不好了少爷 上次少奶奶得罪了上官院 上官家表示 不再与欧阳家联络 四大家族中剩下的沈家和黎家 也找到了神秘资金 要联合起来围堵我们 别慌 他们这次的目的是想吃掉多少 这次他们出手千亿 根本就是让我们再不能翻身 我们的骨架被打压 死后被收购 好 集团 像不再属于欧阳家 小打小闹的 看我 来来来 给我把那些欧阳集团的牌子 全给我摘了 把我马到成功的牌子挂上去 沈子鱼 给你脸了 赶到这儿来撒影 欧阳哥 谁让你和这个野丫头 不给我们上官小姐面子 现在 上官家已经和我们沈家定亲了 我这次来 就是特地邀请你 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哦 对啊 顺便说一句 我们沈家 现在已经是欧阳集团最大的骨头 作为你最大的骨头 我来装修一下办公室 不过分吧 不过分 恭喜 恭喜啊 不是哪一家跟你们合作 原来 还有上官家 我上官宴 得不到的东西 就要毁掉 风哥 你就和你的野丫头为分析 去找个乡下 好好过你们的乡村生活吧 恐怕 你们三家的资产 还动不了欧阳 告诉我 还有谁 哇 你们小家族之间的斗争 这么直接啊 真刺激 还算你聪明啊 但是 如果加上成了 周商会 不知道你还坐不坐得住啊 欧阳老哥 欧阳老爹 商会是讲利益的 如今四大家族三家对一家 这繁城的交易 也该易住 范老婆 欧阳家跟商会的来往 也不再少数 可惜欧阳家欧阳剑迟迟担不上家主 你虽然能力很强 但毕竟年轻 正所谓青黄不接被人分食 也算情侣之中 既然范老板已经亲自到场了 那我相信欧阳兄也该认了吧 把牌片给我摘了 老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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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作为欧阳集团新上任的总经理 这股权易主的事啊 我要跟范老板 好好商量商量 也不知道给欧阳封灌了什么米谣 还总经理 你看范总给不给你这个面子 那那那那你们先别别摘招牌啊 我和白经理先核对一发 别 走 别摘招牌啊 好 我今天就让你们欧阳家四个明白 老范啊 你怎么能坏规矩呢 这商会是我的 你怎么能打下位家族的主意啊 不是我哪敢 哪敢要您的钱呀 这是我的私房钱 我想这赚点外快嘛 好啊老范 私房钱那么多 是不是偷我钱了 大小姐 我好歹也给您打了半辈子功 我有点私房钱怎么了 不是我说大小姐 你又是唱哪出戏啊 好着穷酸地方的家族 来当总经理了 我也是身不由己啊 不过 你偷藏私房钱的事 我可要告诉刘五了 别别别 他要是知道 天天敲诈我了 好说好说 不过今天这个事 你也得给我管 怎么样 算清楚了吗 来啊 拆招牌 这个 经我和白经理的仔细核对 欧阳集团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确实属于成州商会 但是 欧阳峰刚刚已经收购了 成州商会的全部股份 所以欧阳集团和成州商会 都是属于欧阳兄弟的产业之一 至于招牌吧 得他说了算 什么 欧阳峰个人收购成州商会 怎么可能啊 成州商会经营四周商业 就是四大家族联合起来 也只能分庭抗礼 怎么可能被欧阳峰一个人收购 是我和欧阳兄弟一见如故 就送我欧阳兄弟了 千亿资产送人 千乃深爱之物嘛 这个大家今天特别高兴 要不一块吃顿饭去啊 燕儿这里有这啊 今天先走 哎别急啊 给您俩准备了份子钱 您人一个 你到底想干什么 白经理的好力 请收购 谢谢谢谢啊 谢谢谢谢 你别告诉我 陈州商会也是你们来家的产业 现在是你欧阳峰的了 大小姐啊 这商会也不算小了 虽然对你来说无所谓 但也不能说送人就送人吧 哎老范 我答应欧阳老爷要帮着你吧 你就做你联合商会的老板 西方前盖准备 不闹啊 我听您的 哦对了 上个月十几个商会的财务报表 你再发我一下啊 辛苦了老板老板 我先走了 拜拜 像这样的商会 你还有十几个啊 你可不要想太多啊 其他商会可比 长州商会大多了 我可不会轻易送给你 我欧阳峰 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感觉到 我真的被包养 是不是很爽啊 质疑小白脸 离结小白脸 成为小白脸 放心 跟结婚有前途 还是算了 不过 今天 还是谢谢你 事到如今 你还来找我一个废人做什么 上官加给了你几十亿资金运作海外 你却全部被割了酒菜 你不会以为现在全部都结束了吧 我现在烂命一条 你还要我帮你做什么 你看看 你现在这样 都是因为一个人 谁 谁 谁的害我 白钱 他做空你的企业 让你负债百亿流落街头 白钱 除掉白钱 我会让你重新回到 你该有的地方 不 不用 我再也不想当你们的玩具了 我只是兴趣爱好 我就是想看一看 像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人 会不会害怕 会不会求饶 会不会像狗一样求我放过他 好 我知道 只要我需要 你就会变成我想要的样子 博老板 你怎么成这样了 这可多亏了白小姐你呀 你是来报复她 我说没必要吧 博老板 大家好不容易认识一成 而且我也没下死手啊 你怎么成这样了 其实我早就已经负债累累了 海卫的资本崩盘 那已经是我最后一搏了 您别急 我 我可以帮你的呀 白小姐 真是要谢谢你 是你让我明白 原来不管我们怎么努力 都不过是你们上层资本的玩物罢了 现在的我 没有负债 一身情绪 过得不要太舒服 那 那你还帮我做什么 我就是要看到你害怕 求我不要折磨你 不要杀你的样子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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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说好说的 好说好说好说 不好了少爷 少奶奶被人绑走了 什么 我们公司到少爷家中的一整段道路 都有我们的无死角监控 早上发现 少奶奶被人绑走了 把监控给我 不是 是 少官爷 博士把白浅往哪里呢 风哥你说什么呢 我总知道他干什么 他早就被你玩出局了 最好知道他在哪 白浅的背后 不是你我你 白浅要是出事了 一百个上官家都不够陪葬 你不想你心心念念的四大家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出发 我错了 我是万恶的自焚家 我不敢垄断 我不敢抄亭 我不敢操盘 我真敢死 继续继续 我真敢死原谅我 不是 到此为止吧 你别过来啊 再过来我杀了他 不不不 欧阳风 我好不容易缓和气氛 你来做什么 要多少钱 要是要钱的话 我还用你来救吗 伯兄 他才是幕后老板 我们都是打工仔 打工仔啊 而且我家父随父 其实我也是受害者 我还是女性受害者 就是他 你这都 你这都 你暖暖的季梦 慢慢散 谁敢做我乖孙 我是万恶的自焚家 我不是人 我该死啊 你们搁这儿 演戏呢 奶奶 你终于来了 要不我先走 你们继续 就是谁啊 伯兄 他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最大的资本家 万万之远 我杀了你 长辈面前 能不能收俩一点 这是我奶奶 奶奶 这是我杨风 孙女婿 你好啊 来 让奶奶看看 这膀子 这脊肉 手拿开啊 放心吧 差着被粉呢 不会抢你的 奶奶 您自重 既然事情的来龙去脉 都已经查清楚了 我会让上官家消失 上官家这种臭鱼烂虾 就不劳烦你出手了 这件事情我会出手的 奶奶 您就 叫什么奶奶 叫姐姐 差不多行了 你干嘛忙去吧 你这次功劳大 这三十一零花钱拿去花吧 拿了钱赶紧消失 得嘞 拿钱走人 不打扰你们二人世界了 怎么这么快就找到我了 这么担心啊 早知道你是去忏悔的 我就不来了 说这些 那你是不是也应该忏悔一下呀 忏悔什么呢 你醒了啊 刘五啊 我离结婚还有多久啊 大概还有两三个月吧 怎么了 你等不及了 我好像得了那个婚前恐惧症啊 你说我跟欧阳峰谈恋爱还可以 但是让我突然结婚 我就一样一样 都一样啊 奶奶我呢也是这么过来的 你说的是嫁我爷爷吗 那不然我还结过哪回婚啊 你说的什么风凉话呀 这嫁给一个八十多岁的植物人 跟嫁给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 能是一回事吗 哎哟说的我都真心激动了 说的我都心潮澎湃了 说的我都热血沸腾了 要不这个婚啊 就奶奶替你去结吧 让奶奶我也体验一把 身强体壮的男人 那我就替白家清理门户 把你这个不知捡捡的老太婆进出牢 哟哟哟 这才过了几天呢 刚还说给我续闲呢 这没两天的功夫 可就舍不得你这小白脸了 好 这么说你是在观察观察 我只是想知道 如果我真的不想接 丢我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万一他有什么怪癖呢 万一他不行 描查的事已经清楚了 欧阳风确实是选中者 欧洲那边的势力一直在找他 替我保护好他 看得出浅浅很喜欢他 我已经破例帮你一次了 保护一个人 需要筹谋 先欠着嘛 以我们以前的情分 你总不能不管我吧 哎 当世人还当上瘾了是吧 你不过是想帮父婆吧 你 你 我就是想抱养小白脸吗 那 不是正合适吗 我当初可给你开一百万一个月 你准备给我开多少 你还给我开四千块钱工资呢 你剥削我 工作归工作 生活是生活吗 你还分得挺轻的嘛 欧阳少爷 那 工作上你养我 生活上我养你咯 不不不 都你养我 生不要脸啊欧阳少爷 燕儿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黄阿姨 你来找我 就是为了说这个事啊 当然不是 我是想要你 取消给沈家的婚约 然后和蜂儿称我 可是白浅的背景也不简单 你还是太年轻 就算天塌下来 阿姨帮你顶着 你是说你要支持我 当然 我不允许欧阳家 有我不清楚的势力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 身家清白 而且白浅 背景再复杂 有我容成 王家的势力大吗 家 你是说王家也会支持我 自然 蜂儿毕竟不是我的亲骨肉 翅膀硬了 就忘了欧阳家 是怎么靠着我们王家的势力 一步登天的 那 我要你跟蜂儿成婚 继续把欧阳家 牢牢地拴在我们王家下面 当然 我还有一件事 要你帮忙 能够得到王家的支持 燕儿和上官家 一定不负所托 那我们就来个 先礼后衣 欧阳少爷 上官家自从上次您和少夫人遇险之后 就主动让出市场份额 看来是打算和我们道歉和解了 看来这上官燕 也不是一个没脑子的人 谁叫她是你的老相好呢 她犯了错 我还能吃了她不成 既然如此 这上官家不负从前 其他两家更造不成什么威胁 这欧阳家 可就做成 樊城第一把交椅了 恭喜恭喜 小凤凤现在终于是稳稳的樊城首富啦 你就别挖苦我 我可不想一直当小白脸 告诉我 怎样才能真正配得上你 要配得上我 可不光光是有钱那么简单 那 还要什么 当然还是身体要好 少爷少奶奶 莫承轩老板 承莫来访 大小姐 我的大小姐 老莫 你怎么来了 我听闻大小姐 在我的侠地遇袭了 这是我的失职啊 我特地来引就辞职 你的侠地 南威请 刚刚说你还是樊城首富 其实你和程老板 还有那么一点点距离 老莫 你消息灵通啊 是不是被我奶奶敲诈啦 哎 可不敢这么说 都是你们白家的产业 职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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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什么事啊 是不是 听我奶奶的 这不把莫承轩的产业 给欧阳总嘛 就行啊 真的拿主意 那老莫你呢 我 我就负责你俩安全啊 莫承轩本身就是负责情报 跟黑白两道的关系 顺便啊 我再教教欧阳总 如何做更大的商业布局 你听到了吗 要好好学习哦 你现在是真正的樊城首富了 托你的福 我这回可是下了血本包养你的 你一定要生气啊 你那个后妈 迟早要对你开刀的 到时候可别求我救你了 是吧 算算 上官宴 你还来做什么 自然是来和白浅妹妹 说声抱歉呢 我真的不知道博士要干什么 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博士要干什么 是吧小舅舅 你 该不会就是来道歉的吧 自然是来道歉的 不过 还有一件事 下个月就是我们的婚礼 到时候 我也不会亏欠白浅妹妹 你不是刚跟沈家公子订婚吗 我跟他只是逢场作戏 谁不知道 春哥才是我的青梅猪呢 青梅猪马 上官宴 你真是畅谈一出 下个月跟我结婚 谁说的 我说的 原来是二娘啊 既然叫一声娘 这个主我做了 上官家已经把一半的家产作为嫁妆 我王家收了 先替你们欧阳家收着 这钱我当时道歉呢 原来是彩礼啊 放肆 长辈灭钱 没修没丧 百亿家产 给你道歉 我就说天底下没这么好的事吧 我说了 只要白浅出一点事 别说百亿家产 就算是让你们整个上官家陪葬都不够 上官宴 你是没听清楚啊 哦 说话真正听 风儿 难道我们王家 也要给你这个野丫头陪葬 看来 你一直没把自己当做欧阳家人 你别忘了 你们欧阳家 是怎么靠着我们王家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怎么 翅膀硬了 想飞了 你家人 就别争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 是欧阳家祖传的软饭传统吗 风儿 你就听你二娘的吧 说到底呢 欧阳家也是靠人家王家才起来的 我都忍气吞声这么多年了 还不就是为了你平平安安的吗 二娘的话你不听 你总得听你爸的吧 欧阳家欠王家的 是你 爸 你放心吧 好 我这就跟你爸离婚 王家的支持 也全部收回 好 那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欧阳家 你有个好儿子 不过 你不会以为我下嫁到你们欧阳家 只是为了扶持一个附庸家族吧 这个我是有感触王阿姨 我也是有难言之言 既然你们欧阳家不愿把秘密和王家分享 那要你们欧阳家也没什么用 你们好自为之 风哥 你就算不愿意跟我结婚 也没有必要跟容称王家撕破脸皮吧 我 我有那么讨厌吗 倒不是因为 只是该发生的事情早晚都会发生 哼 没有了容称王家 我看你们能撑到什么时候 那你这婚事怎么办 我们这嫁妆都收了 接你个大头鬼啊 嫁妆 这是我上官家给容称王家的投名状 以后樊丑 就是我们上官家说了算 风儿 你能这么说话 我很高兴 说明你长大了 啊 这些年 我一直在七哥王家对我们的控制 这一次 我们应该能挺过去 没用的 就算王家抽离我们的产业 我们能够承受 但是 只要他们帮扶其他家族 对我们后续打压 那我们欧阳家 就没有容身之地 趁现在 你们带着爷爷 拿着一笔钱去国外生活吧 啊 这些年 行吗 不知道 老爷子守了这么多年的秘密 能不能帮欧阳家 度过这次难关啊 哦 你们家还有秘密啊 不会是你也是超级软饭男吧 是老爷子曾经帮助过一个大任务 得到一份天大的人情而已 不过 自从王宁来了之后 便不再对我说起 百音必有果 你们欧阳家的秘密 就是我 你 听起来 你也是个好叔叔 欧阳家会度过危机的 放心 欧阳家 早晚会和王家切割的 这一天呀 早晚会来的 只可惜我苦经经营这么多年 到头来 还是一场空 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之前的事啊 我告诉你 就是怕王家知道 所以 欧阳家的秘密 就是白钱消遣 现在看来 也不算是什么秘密了 白钱小姐 愿意帮助王家 好过王家百倍呢 白钱 有时候 我觉得你很天真 又有时候 想那么多干嘛 是不是我们四大家族 王阳风 好 总有一天 我会为你遮风挡雨的 我等你 看来 这王家彻底与欧阳家翻两 把资源 都翻倍给到上官家 看来 看来你这翻车首富 没过几天就要下台了 现在明面上 上官宴才是翻车首富啊 欧阳峰 白钱 今天可不是我来事 是你们自找的 又是你 你怎么一天一个精神状态啊 你这样心里能健康吗 多嘴 我是来替王家 收回对欧阳家的资助的 这栋楼 还有王家的空谷 要么你们把它买下来 要么 立刻给我滚 这是五百亿本的股 应该足够抵王家 对欧阳家的资助了 五百亿 就想打发我走 你还想怎么 一千亿 连本带利 而且金片卷 不然我就冻结欧阳家 所有的账户 好 我这里有一件汝瑶孤品 价值两百亿 难了 连个东西都拿不好 风哥 真是可惜了 你那儿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儿 这东西碎了 就不值钱了 小燕燕 你是有钱磕的呀 你还记得橘子吗 这一次 欧阳天来了 也救不了你们 还在这给我多嘴 上官燕 不要欺人太甚 还有五百亿 今天要是拿不出来 救人 连东西 全部给我滚出去 通知各部门 今天搬离大楼 欧阳头 可惜惊慌 去去五百亿 哪需要欧阳总来出啊 对不对 我这儿啊 个人支持五百亿之票 拿去就是了 我先来的 用我的五百亿 别跟我抢 我的 我的 好好别吵了 一人五百 好 那欧阳家就不用出钱了 你不是说 你不帮我的吧 你还没听明白吗 这是两位忠心耿耿的老员工的个人积蓄 你以后好好对待员工啊 别再发一个月四千块钱的工资了 大家都退后啊 让尚光燕自己呢 他手可不稳 别到时候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了 原来你的靠山是莫承轩和商贵 你斗不够王家的 你可别误会啊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赶紧拿着钱回去交差吧 我还会回来的 嗯 喝个屁啊 莫承轩和商贵 确实如此我亲眼所见 难怪他如此狂妄 只不过就凭这么两家上不了台面的暗示 想要跟我们王家摆手腕 还差一点 这两个小辈 咱们数此 没轻没重 想必是想拿欧阳家去赚点见不得光的钱吧 嗯 那就劳烦您走一趟不能就此罢休 那我就去走一趟 敲打敲打 沉默与老范 让他们 好好给上面 金银产业 石老 就是王家的仪仗 以后上官家 也定会为石老分忧 小姑娘心思细腻 会审时夺势 将来必成大器 还望石老提起 打压欧阳家 是敌 至于欧阳峰的秘密 我猜呢 也是得到我们些大人物的许诺 至于师父有那个东西吗 什么东西 小姑娘 我给你问的东西 你不要去问 出发吧 三官小姐 来路 好嘞 大小姐 您就放心吧 有我和老范在 就算是荣城王家 也不算什么 对吧 是啊 不管是黑白两道 还是商业交流 我们都是您的老部下 请您放心吧 行 这小峰峰的产业呀 以后就交给你们两个打理了 只是 最近我这眼皮一直跳 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啊 这王家 好像对爷的事情 特别感兴趣 怕不是你爷爷年轻的时候 走漏过风声 这王家肯定以为 爷爷手上有那枚金币 所以只敢控制你们欧阳家 不敢直接灭了你 为什么不敢 这你爷爷手上 要是有那枚金币 灭掉王家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啊 金币真有这样的力量 那当然了 不过对于我们上位家族来说 即使不用它 只要拥有这枚金币 也足够震慑其他家族了 就像战争中的核弹一样 并不是非要使用 只是拥有随时使用的能力 就可以称霸一方了 孙子是真聪明 这爷爷也是真憨厚 就是爷爷用这核弹判了娃娃亲 就是不知道爷爷是否真的使用了那枚金币 我担心的可不是这个 既然我认真地提醒你们欧阳家 想必上位家族的人也能看明白 这枚金币被你们家乱用掉了 那你担心的是 我担心的当然是你小子手上还有一枚金币 也许你不知道 你可能早就被人盯上了 那我该怎么使用呢 你不是知道吗 不用它 就是它最好的用法 你还知道回来 整天跟欧阳风那小子鬼混在一起 我看啊 莫不是把我给忘了 哎呀怎么会呢 怎么会忘了奶奶呢 我们白家呀最讲究的 就是孝顺啦 莫阳风那小子最近怎么样啊 你是说哪方面啊 肯定不是身体 是心态 很多选中者呀 知道真相之后 要么就是疯了 要么就是变态 当然更多是被杀了 我点拨了他一下 他就是有点接受不了落差感 哎 希望他能快点成长吧 早日成为我白家新的倚仗 新的倚仗 合着你说你是旧的倚仗呗 臭标脸 哎那本来就是我呀 你们白家要是没有我 早就是那些七大姑八大姨 分成几百块了 啊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您定海神针 那可不是嘛 不过 你们俩最近给我小心点 我的人已经帮欧阳风 解决了一波杀手了 有人知道他有金币 欧洲来的 怕不是他以前的同僚 欧阳家的嘴巴就是没个把门的 他后妈也惦记他爷爷那枚呢 哎 以我看啊 明天就让欧阳风 上咱们家来提亲 彩礼呢 就是那枚金币 我看啊 只有你无奈的我 能管得住那枚金币了 要不是得把我搭进去 这还真是个好主意 这一列才是营业鹅 哎呀这个这个 这个是 这个 凤哥 别来无恙啊 我们 还需要联系吗 我们是青梅竹马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 我也不想找凤哥你的麻烦 也许在另一个世界 我们才是相爱的一路 所以 你是来找麻烦的 凤王家和石老的命令 来收回莫承轩和商会吧 欧阳小兄弟 果然以表堂堂 潘友 沉默 何在 石老 您怎么来了 两个何在 上面给你们安排的事 太轻了是不是 你欧阳峰应该也知道 天外有天 你不要以为找了两个靠山 就可以三番五次的 带着你的野丫头在这里羞辱我 哎 今天又是怎么回事啊 哎 就算是我们 在这石老面前 那是连个屁都不敢放啊 哎 点子扎手 哎 其实都是白家产业的 也算是自己人 看来 这上官燕捅了白家的马蜂窝了 哎呀 江东石省 能请到的各路大神 其实都是白家产业 不过 能请动石老 王家 也不赖呀 是啊 是啊 上官燕 回去吧 怎么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还不明白吗 你命里被浅浅客 我上官燕出生到现在 就没怕过谁 不好意思啊 我迟到了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哎呀 大小姐 哎呀好久没见你了 哎 老头 你怎么来了 什么叫你来的 我 老奴跟他们王家要好 今天是来教训那个欧阳家的 是来害我的呀 误会 我听他们说 这里有个疯丫头 哪知道是大小姐啊 哦 小燕燕又说我坏话了 没有 白姐姐 不是我 是王宁说的 哦 终于转型了 来 吃个橘子 谢谢白姐姐 不客气 甜吗 嗯 几件给的 非常甜 王爷这个疯婆子 把王害惨了 气死我了 可是说 怎么把你请来了 什么老范 快来给老爷子受生气 你都多大年纪了 你还给我们白家操心操意的 老范你也是啊 你怎么不早说王家是时老照应的呢 都是自己人 算你什么呀 大小姐 你们家的产业都是秘密 我可不知道啊 白白小姐 你到底是谁啊 你啊 你再找下去 就要找到白钱我去害欧阳慌了 你人呗也是真好啊 白姐姐 我有眼不识太深 我错了 行行行 既然你人呗这么好 那这样 你以后呢就跟着我们时老 当他干孙女 够你嚣张了啊 怎么样 是了 任凭大小姐吩咐 那 谢谢白小姐 谢谢风哥了 金广石老的资源整合 这欧阳家 也算是下位家族中的极限了 但目前还不能险山露水 大小姐的意思是 要把欧阳家 变成上位家族 那咱俩算是赶上了呀 要是真的出现一个上位家族 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还能误会我这独门说 听天由命吧 咱也不能辜负了大小姐的栽培啊 拿来吧你 最近收了不少产业 腰杆子硬多了 只是 鸡蛋这么久的文家 竟然被你轻松解决了 唉 这江东石省的事啊 我总能摆平 放心 我在想 到底有没有 你做不到的事情 有啊 就是 你人真的还可以 但是 我真的没想好要结婚 这个退婚 就是我办不到的事 如果你真的 你放心吧 我不会为难你 我可以不 你想死可以 但是欧阳家上上下下都会完蛋 你别忘了 你爷爷可是拿核弹取的愿 我可以把我的金币给你 给我干嘛 你拿去 退婚啊 怎么了 只哪儿退了 如果我要娶你 我会靠自己的能力向百家提亲 而不是靠什么金币 欧阳风 希望我没看错你 不过 一枚金币许下的契约 需要两枚解除 什么 她愿意给你啊 给你就拿着 拿着 拿着 拿着有什么用啊 退婚要两枚 感情这么好 退什么婚啊 因为 她说总有一天 她要凭自己的事业 光明正大的来娶我 天啊 你这是个恋爱脑啊 你懂什么呀 那你什么打算 啊 时间不多了 我要想办法再找你 刘五五啊 你到底能不能搞到古金币啊 我靠 那也不能给你们两个傻瓜 这样 乱用乱用乱用 哎呀呀 这怎么能是乱用呢 这是我和欧阳慌之间的约定 在我看来 这价值远远要比古金币的价值高 这是的 两百年来 就出来你们两朵奇葩 金币啊 从制造出来的那一天起 就用着全力与欲望的工具 唉 只有你们两个当做玩具 所以刘五 站在你曾经的高度 你把金币当做了吗 和你一样啊 和你一样了 和你一样啊 和你一样啊 这是金币的使用方式 是 金币已起活 我会找到你 你好欧阳风 晚上七点春晚 北高峰山顶见 金币代码 211 你好选中者 你想好怎么使用金币了吗 我只是激活 并没有要立刻使用 你可以召唤我的次数 并不多 我想问你一些问题 选中者的话 我确实可以回答你一些基本的问题 全世界 这样的金币到底有多少 全世界还没有被使用的金币 应该还不到百美吧 我如何能快速再获取一枚 你把我叫来开玩笑的吗 我只是想知道 这个问题 有没有答案 有 是什么 选中者之间的死斗 什么意思 两名同样拥有金币的选中者 约定死斗 活下来的 拿走对方的金币 我接受 你确定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了 我劝你不要犯傻 你知道我 我当然知道 所以你最好不要犯傻 不然我不好交的 还请您 帮我预定死斗 我会联系你 怎么了 主动来找我 想我了 要不是人别干了 跟我私奔吧 霍阳风 决定参加选中者死斗 什么 他找到你了 他破解了金币的信号 这对选中者的天赋来说 我早晚都会发现 他是怎么着戴死斗的 他问我 我有义我会的 我说 是要是为难浅浅 我会让他付出待见 我怎么也想不到 那个人会是你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你可以杀了我 你早就死了 从你当上是人的那一天起 我认识的你就已经死了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 多少 多少金币能够取消死 死都无法取消 已经来得及了 我要他活 这要看你用什么身份 让他活 以你所想的身份 好 关键时刻我会出手 但他的金币 我会拿走 给他的罪手 不重要 我要他活 我 欧阳先生 我的家族 非常需要你的金币 我相信 你也有 不得不在此的理由 我也是 我的爱人 想用他换取自由 哈哈哈哈 欧阳先生 如果不是此时此时 我真不敢相信你说的话 我真想和你做保护 欧阳先生 小蜂蜂人呐 刘五 你不是说一直暗中 派人保护他吗 人呐 白浅你是真的很喜欢欧阳峰是吧 虽然他有时候很天真 但是他还蛮有担当的 我希望他像他说的那样 光明正大的来娶我 既然如此 他命令有此劫 希望他能度过吧 他去干什么了 他是不是做啥事了 金币 他去找金币了 哎呀我保他活命啊 我要去找他 要是来得及 我早就帮你挡下了 不是他到底要做什么 选中者的死道 他自己破解了金币的用法 去找到了诗人 你怎么怎么 又聪明又笨的 他做这事也是为了你啊 你就赶紧找你的老乡好 让他带我们去找他吧 嗯 螺洋先生 你知道你为什么不是我的对手吗 因为行对你爱人的自由 我的背后 是家族的荣耀 更是这些人的生命 作为代价所守护的利益 你的意志不是我的对手 zą launch 裁藤先生 在我看来 这些权力与利益 就像永无止境的幻境一样 我之所以来这里 我想证明 真实的情感尤为重要 我输了 欧阳先生 因为这件事 我的家族会有很多人因此而丧命 我向你许下承诺 不会尽我所能 守护你的家族 你怎么这么傻啊 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就去冒险啊 这都流血了 你能不能先让我坐下来再说 你赢了 我答应我的对手 要帮他守护他的家族 你小子心真的 自己的小命刚捡回来 就开始替死对头着想啊 刘武你少说两句吧 浅浅 你不必担心 婚约已经取消了 等我正大光明的娶你 你不会已经用掉了吧 你有那么急吗 好腻啊 死斗结束后 我就把两枚金币交给了师 能为浅浅冒这么大的血 而且你还已经赢了 两枚金币不够正大光明的回来 向白家提心吗 你有没有脑子啊 你啊 这欧阳家小小的夏威家族 竟然出现了你和你爷爷 两位卧龙凤处 三位金币 就这么用掉了 不是你所有的吗 不是一家人不禁一家门 你年轻的时候 糟蹋的金币还少吗 我那时候不是有的事吗 我那时候也不缺啊 我现在不得省着点用 我没了呀 我看你就是败家败光了 来我们白家作威作福啊 你说什么呢你 你没老不尊 你说什么呢你 你越来越没大没手啊 你说你什么意思啊 你就 没事吧 别气别气 没事吧 你以后不能再这样冒险了 有什么事情得跟我商量 记住没有 我这不是冒险 也不是一情无事 这是欧阳家欠你的 我必须得还 其实 我也没有关你 不知 这几天我也挺开心的 没有了婚约 你不会就跑了吧 对 明天我就远走高飞 过我的神仙生活 留你在这自生自灭 那你走吧 你自由了 给你脸了是不是 没事吧 你怎么样啊 你这不是受伤了吗 怎么还这么打劲啊 身体素质好 恢复得快 确定你还硬吗 你的肩膀在流血啊 哎呀我就说你不要这么急嘛 学压上来了吧 我只是 我 哎呀我真是不知道你们男人到底是什么武装 都这样了还想着干这干那的 还好不用马上结婚了 这不敢想 还来找我干嘛 欧阳风已经赢了 咱俩也两亲了 有一些消息 我要告诉你 什么消息 负责东外海的几个诗人失踪 还有人敢逗你们 我怀疑 跟欧阳风有关 那两枚金币 不是已经给你了 别人又不知道 而且这样的使用方法 说出去也没人信 这么说 你也有危险 捷循危险 也是我分内的事 别死了 那倒不至于 我只是比较担心你们 要不 带他们避一避 我可以安排 你还是先忙好你自己的事吧 我这边我自会安排 这是我的金 给你 我用不着这些 这不是你留着退休用的吗 给了我 你真就要当一辈子的诗人了 只要你还在 我就没有退休的理由 谁要你假新兴 还站得起来吗 等你能下地走动了 赶紧给我找个安全的地方避一避 怎么了 欧阳风死到对手辖区的诗人失踪了 我怀疑与你得到的那两枚金币有关 他们把诗人做了 诗人本就是高危人群 多的是杀人放火之人死地的事 那像你们两个一个个拿金币国家家 那他们是想要那两枚金币 应该是吧 他们都把诗人做了 还有金币做什么 跟外海的国家本就是拿金币 孝敬别的骗区的 本地诗人基本就是个百事 那他们岂不是 难道 斋藤家族的人已经出世了 斋藤 斋藤 对 我的对手 斋藤龙介 我答应他 只要我有能力 我会帮他守护他的家族 你小子心可真大呀 你自己的小命刚捡回来 就快是替死对头着想了 这可是东外海国家级财团 一个家族就等于一个国家 你没淘点好 还道歉人情是吧 他还为了你退婚 把人家斋藤少爷给做了呢 那我们这次退婚 是我们共同协商的结果 可不能算是你甩我 你们俩能不能先讨论讨论 怎么活命的事 斋藤说 他们家族会因此事很多人 斋藤家族 虽说是国家级财团 但也算是顶级走火 能干出这样的事 怕是只有背后的主子 这个是斋藤给我的信物 希望我能用它帮助他的家族 八尺勾玉 欧阳风那小子到底什么体质 小说男主吗 什么东西 斋藤家族的传家宝啊 就这么跟你说吧 你可以理解为传国玉玺 欺儿死你 这只能闯祸小白两 可你什么你都敢拿 小凤凤 以后别人给你东西 不能随便乱拿 这到底是什么 东西你 拿了别人家的传国玉玺 斋藤这小子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怎么把这东西给你了 他跟我说 让我把这个交给他弟弟 不然会有很多人因此而死 大包大揽是吧你 我原本以为 斋藤和我一样 只是选中场 现在好了 恐怕半个世界的人都在追杀你了 那怎么办 要不然我们还回去吧 好问题 还给谁呢 呃 斋藤家主啊 总能联系得上吧 嗯 万一还错了呢 万一还了之后 让人灭口呢 万一还回去 人家让你把那两枚金币交出来呢 怎么说 斋藤先生你好 这是你的传家宝 你的那两枚金币呀 我拿来退婚了 算了赶紧收起来吧 我留伍还没有到怕事的程度 给你家少爷好好补补啊 能下地了赶紧撑 嗯 奶奶为我 东外海项目最近怎么样了 哎 合作非常顺利 多亏了上官小姐 是 跟外海财团的关系好啊 那是自然 能够接触真正的上尉家 白浅又算得了什么 是啊 更何况 现在的财团二少爷 是我的男朋友 没想到上官小姐这么有本事啊 竟然拍上了真正的上尉家族少爷 哎 这白家说到底啊 你是老牌上尉家族 其实是已经没落了 现在我们上官小姐 又和上尉家族少爷 好事将近 以后这欧阳家 不 这白家 都得以咱们上官小姐 马首示战 说来 很久没见到欧阳峰和白浅了 去把他们俩叫过来 好 以后我们兄弟俩 全都听上官小姐您的 那是 白家日暮西山 以后上官小姐 就是真正的集团一把手 一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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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姐姐 你可来了 小燕燕 这说话口气又变了呀 是不是又升级了 不像你 齿步不前 我听说 你管理公司 管理得非常好 这你的进步 不就是我们大家的进步吗 那当然了 乱赚钱 不上官宴 可没输过什么 我早就知道 我们一定会成为好姐妹的 不过白浅 如今 你的底细 我已经摸清楚了 今天 我却要跟你论论 到底谁 是 姐 不都是一家成 一家人吗 谁跟你一家人 谁跟你一家人 白浅 你不就是已经没落的 上尉家族的大小姐吗 你不是连下尉家族都没了吗 你现在在这起什么劲啊 不好意思 机缘巧合下 我现在已经是熟视中天的 上尉家族的二少奶奶 你白家 如果不想就此没落 不然就趁此机会 受我庇护 说不定 还能再撑个一百年 那 都是上尉家族 应当也是平起平坐 是不是 白浅 你害怕 你知道我有多想看到 你害怕的样子吗 我 震惊居多 怕倒是还好 主要是比较担心你 毕竟上尉家族 可没这么浅脱 说到底 我还有点心 是石狼 叫我去东外海人群 我才无意间 做了上尉家族二少奶奶 我和他之间 是过命的交情 在别的场地里 说不定 我才是女主 好好好 你是你是 女主让你的 白浅 东海外 东海外 有几个少爷家族 小哥 什么 玉 少爷 你 听你吹的 二少爷人呢 你们不会是网恋吧 哼 我的宝贝现在就在樊城 我现在就让他过来 哎 来来来来来 我们有幸见到两位三位家族子弟在这个破公司见面了 万一他俩恍然醒悟 在一起怎么办呢 你的意思是到最后跟谁混的问题 根据以往的经验 首先排除上官宴 嘿 他们 你们两个别打小算盘了 我的未婚夫到了 亲爱的 你总算来了 这个 就是一个一直欺负我的人 我可没有啊 我还给你橘子吃你忘了 好了 白小姐 我记得你是尚未家族的鸡肠员 不过相比之下 我们翟腾家族 相比你也记得 翟腾 不要惊艳 我来到这里 是因为一些家族争的 在下需要白小姐的帮忙 等我解决困境 在下一定大胆地感谢白家 让你的家族重回荣耀 看来是个客气人 先生尊姓大名 在下摘腾去了 次郎的意思是 你是摘腾家的二公子 正是 我来到这里 是为了寻找我失踪已久的哥哥 我的哥哥为了保护我 已经失踪了很久了 光听名字 就知道是你要找的意义 再确认一下吧 客套完了没有啊 白姐 这是我给你投靠我们的机会 别给脸不要脸 摘腾先生 您的哥哥是不是叫 摘腾太郎 当然不是 我的哥哥叫摘腾弓箭 如果你没有他的消息 不必要告诉我 我一定会重力提携欧阳家 让欧阳先生 能够早日成为白家的 称龙快讯 大大大大也不要 就是你就别硬撑了 白姐妹妹 如今二少爷愿意提醒 你的不争气的未婚夫 你就偷着乐吧 你看他 什么时候能成气 是这个 对不起欧阳先生 是刚才在下失礼了 这里就给您赔罪 你先起来吧 对不起 我们家族有规定 谁拿出八指 我们全族人都要跪下 说在下不能起来 听见没你快收起来 快收起来 收起来了 你快起来吧 对不起 我的未婚妻刚才没有跪下 我现在就让她 切服自己 不用不用 白姐 我杀了你 白姐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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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别 我们是这样了 别吵了 实在抱歉 白小姐 都怪在下 管教无方 没有没有 她已经好多了 这么说 你和你哥哥 其实都在被追杀 是的 因为我们家族 被迫签下了不平等条约 需要两枚金币来取消契约 关于八指玉 也是契约中的一环 如果八指玉被拿走 我们整个斋腾家族 都会被沦为 给国财团的脚狗 也该轮到他们一会儿了 所以 八指玉 为什么会在欧阳先生手里 是你哥哥 并让我找到你 帮助这套家族 既然是哥哥 隐秘相托之人 齋腾家族 将永远感谢你 从此以后 齋腾家族所有资源 尽对欧阳先生 调遣 这下就 这 合适吗 其实 齋腾家族看上去 虽如日中天 但本质上 也是A国财团的 赚钱工具罢了 我们也想重获自由 如今 我们强强联手 一定可以顶得住压力 而且 我们用两枚金币 就算不用 也能足以战胜A国财团 两枚 两枚 你说这齋腾次郎 可算是找到了 还是上官宴勾搭的人脉 他可真是个人才 你不怕 他哪天真的勾搭个大人 把你思思踩在脚下 那他要跟你结婚可怎么办 毕竟 你们才是青梅竹马 那就要看白小姐 是不是真的手眼同听 现在整个尚伟家族 都随你调遣 你才是那个人上人啦 我越来越觉得 这些权力与财富 越来越虚幻 让一个大家族破产 或者兴起 与我曾经是欧阳少爷时 让一个商场 开业或者倒闭 仿佛没什么区别 所以 想回樊城 做你的大少爷了 我曾经想过 如果我不认识你 或许 我只用担心 四大家族的勾心斗角 今天 关心哪个老爷的寿臣 明天关心这个老奶奶的生日 说起来 上官家家主八十大寿 父亲曾经嘱咐过我 一定让我送一个三百年的人生 不能让其他三家族抢了风头 仿佛 我也忘却了 所以 还是不认识我的好喽 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 他一出生就在电视节目了 他的周围都是演员 只有他自己不知道 那如果 我们都是假的呢 大家都在骗你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祝你 早安 晚安 晚安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 如果只是斋藤家族 和美国财团之间的斗争 东海海的世人根本就不会出事 你是说 斋藤这小子不老实 没说实话 他那边都没有什么老实人啊 看着都思思忘了 实则变态得很啊 那 那小样不是灾了 以我对斋藤家族的认知 他们一旦掌握了全世 就会变得面目全力 这就是八尺 相官爷 你既然是我的未婚妻 请到八尺 理应跪下 哎 亲爱的 道理我都赌 但是你能不能不要动不动就把他拿出来啊 你 看着了 你 我 死了 都要回去 欧阳先生 如今我已经可以回去继承我的家庭 但是我依然会受制原意国债团 我相信不久之后 救救救我 他们将会成为你们的敌人 所以我建议你把两枚金币给我 我会以一切尚未家族的资源来帮助你 斋藤先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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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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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什么都抢 尚官宴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你这次带来的斋堂 后面还不知道 要搞什么要饿子呢 你以后可别再往这带人了 你再整下去 你把握不住的你知道吗 是 白千姐姐 我以后都听你的 所以 那个斋堂真的很变态吗 都要怪你欧阳大哥娇有不慎 你说你当初答应人家干什么 你说 他回去之后会善罢甘肖吗 你但凡给他留一枚金币 他都不至于找你麻烦 我们哪儿还有金币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有三枚呢 你们的小伙伴摘疼啊 回去没过多久就让人给做掉了 这么快 思想很惨呢 看着像是被刑选逼供了 那我们要不听你的 出去躲躲 这行啊 倒是能躲 现在啊 全世界都知道 你们两个人身怀重宝 手持两枚金币 我哪儿去啊 啊 怎么会这样啊 啊 欧阳峰啊 身怀重宝的消息应该是被泄露了 东外海事人的死 再加上摘疼 嗯 欧阳峰知不知道这事 昨天啊 已经派人去告诉他了 他家的周围也做了严密的防护 都是不会出差错的问题 我要去找他 哎 要不要看看你的赏金是多少 我怎么也有赏金啊 不都是他准金币他来花吗 最终受益人还不都是你 来看看啊 六十亿 才这么点钱我出还不行吗 能车车送吗 那你以后就揣着支票走吧 谁要是来暗杀你 你就给他六十亿 你不会也有赏金吧 不好意思啊 常年稳居宝衣 就是没人敢杀我 宝衣 快坐坐坐 你可算来了 白姐姐不好了 红杆走了 只留下一封信 你怎么来的比我还早呢 哎呀 白姐姐 这都是妹妹应该做的 没工夫给你闹 秦秦 因为我的问题 给大家带来了危险 原谅我不能再待在你的身边 认识你之后 一切都变了 我有很多疑惑 需要自己去解开 也许只有等我找到真正的答案 我才有勇气娶你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一个八千亿赏金的人 在这小小凡城 恐怕只有你在周围 才能护得住吧 你的感知能力 与我相当 我想知道 更多真相 这个世界的背后 到底是什么 我并没有回答你的必要 他说 这枚戒指 可以让我知道答案 东海外的诗人 是你杀的 是斋藤龙戒 这枚戒指 是他给我的 这是我们诗人的戒指 不要当诗人 一万年前 人就分高低贵级 就会有利益 和权力的斗争 如今 当时发生的 早已被忘却 就留下了几具残尸 所以我们就被叫做诗人 所以 以我的能力 我是否可以当诗人 可以 但世界的真相 我原本的生活 你只能学 你说 你都榜一大姐了 你都不怕 这欧阳风 才被悬赏了一百亿 他就现在跑路了 话可不能这么说 哪天 你要是和我一样 你也不怕 这就叫 债多不成 他说 去寻找什么 世界的真相 我看 就是躲着我 欧阳风 走之前说的话 和他一模一样 你说谁啊 是不是 就是你的老乡好 是啊 是啊 我们祖孙姐妹俩 真是同蜜相连 相依为命 他不会也就做诗人了吧 也许你觉得 尚未家族之上 还有更高的权力的存在 难道不是吗 诗人的背后是什么 金碧的权力 是谁赋予的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以为的 以我的能力 我能成为权力的本身 而不是代言人 那后来呢 家族有上下位 那你有没有信任 我们的世界 也有不同维度之类 你是说 我们这个世界 不是真实存在的 也不是 只是我们的维度比较低 不同维度的世界 认知不同 在我们的世界 大部分人的认知 都是比较简单 重复 那白浅 和刘武 就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 可能 不同维度的世界 会有认知穿越 白浅十四岁那一年 就已经赚到了几千亿 你觉得这合理吗 那我们呢 或多或少 受一些高维度的 世界的影响吧 我们这样的人 就像小时候里的主角一样 活在低维度的世界里 所以 金碧的背后 没有更高权力 至少 这个世界 没有吧 小叔 你醒了 欧阳风 你醒了 欧阳风 等你找到你的答案 你还会回来 可是答案 我原本就告诉过你啊 小风风 白浅姐姐 我知道你一直在找风格 没想到最后的结局 是我们三姐妹 孤独终老 我已经把欧阳家 经营成上位家族了 风哥怎么还不来娶你啊 也许她知道 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那是金碧 白姐姐 想要的是金碧 那我就更不感兴趣了 我可不想跟刘武 争绑一大集 那是什么 我想 也许是她知道 这个世界的真相后 依旧愿意娶我回去 你们好奇怪啊 我觉得能够成为上位家族 让所有人俯首称臣 就够了 你不会又要害我吧 没有 白姐姐 我真的已经服了你了 我现在的对手 是A财团的大小姐 我早晚让她给我跪下 那就好那就好 支持你 这里是一枚金币 也许可以帮你找到风哥 你给我 是你们 让我站到 不属于我的高度 就当是感谢了 你也做过选择 刘武 是你 我不希望你不入我的后床 欧阳风 我曾经想过 有一天 我成为上位家族家主的时候 时不时 就可以取白姐 但后来我发现 她对那些权利 利益 都不感兴趣 当我怀疑这个世界的真相的时候 她却笑着看着我 我当初跟你想的一样 欧阳风 你找到你想知道的一切了吗 怎么还不来找我 刘武 你说欧阳风什么时候回来啊 有的时候啊 神知道的多了 可能回不到过去了也不一定 你想回到过去吗 好像也没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了 这个 可以帮到你们 金币 你上哪儿又弄到一枚金币 还得是我们上官燕大小姐 要是没有我们俩 她才是那个真命天女吧 你不拿着这枚金币去找欧阳风了吗 我相信 她一定会来找我的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 一出声 就在电视节目里 他周一切都是假的 所有人都是演员 只有他自己不知道 那 如果我也是假的呢 大家都在骗你呢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祝你 早安 晚安 晚安 天晚了 我要的晚安呢 他为什么还不来找我 这个问题 世界的真相 我根本就不管心 这枚金币 你想要怎么用吗 我想要的爱情 从来不是因为金币 欧阳风 你说过 人与人之间的承诺 从来都不需要金币 我想要成为上尾家族 要他们全家的命 我要这些家族 都成为我的附属 我要拿到家传之宝 白浅 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 它是多么的无趣啊 如果你看到我看到的一切 还会像过去一样开心的度过每一天 小妹妹 你是怎么拿到这枚金币的 是爸爸给我的 你自己找到我的 因为我爷爷教过我摩斯电码 那你想什么愿望 那我想有吃不完的棒棒糖 你确定吗 我可以满足你更大的愿望 不用了 就棒棒糖就好 给你一颗棒棒糖 真好吃了 又是一个特别的小女孩 一定要快乐地活下去 无论找到的真相是什么 你一定会回来找我的 对吧 你说过 人与人之间的承诺 本来就不需要金币 我回来了 你怎么才回来 你找到你想要的答案了 找到了 但是毫无意义 就算整个世界是虚假的 只要你真实站在我面前 会开心 会难过 这就足够了 你 欧阳峰打破了游戏规则 真相和原本的生活 只能选择一个 那又怎样 不久之后 他就会在这个世界上 消失 你就是因为这才 一直不来找我 我只是想一直保护你 不 你只是没有看到 欧阳峰看到的东西 对不起 这个世界规则 我还是没办法改变 还有多久 几天时间吧 那你娶我吧 可是 我要消失了 消失 又不是死了 这一次 我会去找你的 但是你要答应我 光明正大的娶我 好 如果 我没有消失 那我就等你 你呀 比我还娶 明知道欧阳峰 马上就要人间蒸发了 还要嫁 那也比你强 嫁个植物人 你可真美啊 第一次比我还美 你可就吹吧你 抓点紧吧 希望你还赶得上洞房 怎么还没来事啊 就是啊 什么时候呢 你来不来啊 怎么回事 我没有消失 那我就等你 今天我为你作诗 传唱于新的世界 白浅 去找他吧 白素素 你怎么才醒啊 今天是你入职第一天 你再不去 马上就要迟到了 小艳艳 叫我干嘛 我今天是专门 请了假去约会的 不跟你说了 我要走了 我 我这是在哪儿啊 上班第一天就迟到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白素素 我没什么事啊 我没想过 让我来说 你有事吗 是 我四十五分钟